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資訊科技的課程 是要跟同學來介紹系統平台 那我們使用的版本是漢林版本 主要針對是九年級上學期的學生 那系統平台今天的課程目錄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首先老師會先介紹系統平台的概念 什麼叫做系統平台 系統平台究竟是哪一些 那我們日常生活中有看過哪些系統平台 再來會跟同學談談系統平台的架構組成 有哪一些基本元素 最後會跟同學談談系統平台的一個發展與眼鏡 讓同學能針對這個系統平台的歷史脈絡 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 接著我們就來談談系統平台的一個概念 首先我們要了解系統平台的一個定義究竟是什麼 簡單而言我們系統平台是指我們的電腦主機提供一個硬體的環境 讓應用軟體能夠順利的在這個主機上做執行 這樣的一個平台介面就可以成為系統平台 舉例來說文書處理使用的這個Word這個軟體 它能夠順利在這個電腦主機上或者是平板甚至是你的手機上執行 這樣子的一個介面我們就稱或是環境我們就可以成為系統平台 再來舉例同學常在玩這個手遊或是遊戲 那我們連到網路伺服器讓遊戲能夠順利在你的手機或者是電腦上面呈現 而且可以進行一個互動 這樣子的一個介面或平台就成為系統平台 那當然包含了Yahoo啊或是PC號 某某某購物台甚至是蝦皮這些購物平台也都是系統平台的一個簡單的一個應用 接著我們來看看我們日常生活中常接觸到的一個系統平台的一個主機 比如說我們常使用的個人電腦 平板 手機 或者是一個伺服器 這些都是系統平台的一個硬體設備 概念可能是蠻抽象的 不過後續有一些應用或實際的例子會讓同學逐步的對於這個系統平台的概念會越來越清晰 我們總結一下系統平台的概念 簡單來說 系統平台就是 使用軟體 它所執行的一個環境 其中包含了作業系統 電腦主機 網路 瀏覽器 甚至是一些相關的應用軟體 它們其中的一個區別 主要是看你的用途 是主要廣發應用在哪裡 不同的組合 取決於你實際上應用的一個環境 以上就是針對這個系統平台的概念做一個說明 再來跟同學談談 系統平台的一個組成架構 我們看到系統平台的所在位置在這裡 它的組成結合了電腦的硬體 或者是電腦的軟體 那硬體部分呢 包含了電腦的主機 CPU 記憶體 或者是相關的周邊設備 比如說印表機啊等等 而軟體的部分呢 就包含了作業系統 程式語言 應用軟體 那最後跟同學跟同學談談 這個韓式庫 韓式庫呢 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一個軟體 它的用途 它的用途 主要是 像其他的一個程式或是應用軟體提供一個服務 再來我們看到現在系統平台的眼鏡 包含了透過網路 比如說雲端上方的一個系統平台 接著我們來談談電腦硬體的一個部分 這是系統平台其中的一個元素 電腦硬體呢包含了哪些 有電腦主機啊 顯示器啊 鍵盤滑鼠等等 都是電腦的硬體元件 那電腦主機的內部就有 主機板啊 CPU啊 RAID 或顯卡硬碟等 繼續老師針對裡面的幾個 重要的電腦硬體配備 對同學做一個說明 應該會更加的清楚 首先我們要知道電腦主機裡面 最關鍵的兩種硬體元件 第一個是CPU 中央處理器 再來是記憶體 也稱為RAID 我們先來談談這個CPU 中央處理器 中央處理器 它主要是用來執行我們 給它的一些指令 那其中包含四個步驟 分別是擷取指令 指令解碼 執行指令 以及儲存結果 那我們再看這個CPU 有分單核心跟多核心 在兩個以上的 獨立的一個CPU 或是稱為核心 這個我們稱為多核心處理器 實際上我們來看看我們的電腦配備 要怎麼看 究竟我們的電腦是屬於一個 CPU是幾核心的呢 來第一個方式 請你按下按鍵盤的Ctrl Shift跟ESC 它會跳出一個視窗 叫做工作管理員 接著我們點效能 你會看到這邊會有一個大大的三個字母 CPU 老師的電腦是使用I7-7500U CPU 那這個CPU的細部介紹 我們之後可能要獨立一個單元來做介紹 會讓同學比較清楚 我們先來看看下方這幾個相似 第一個這是老師的CPU的執行速度 現在是2.9GHz 那我的核心數目是2 這是實際上真正有兩核心 那透過一些軟體技術 它可以模擬到四核心 它可以模擬到四核心 也是同時可以處理四件事情 這樣我們就是針對這個CPU 所做的一個介紹 再來要跟同學談談記憶體 電腦的記憶體 主要區分為主記憶體 以及輔助記憶體 我們常常跟同學談的這個主記憶體 又分為兩大區塊 一個稱為wrong 唯獨 跟字面上的意思很接近 就是它只能怎麼樣 只能讀取 不能寫入 那它有一個特性 我們把電腦關機 或者是突然的電源斷掉了 它裡頭所儲存的資料也怎麼樣 不會消失 第二個叫做RAID 又稱為隨機存取記憶體 它是屬於一種可以讀取 也能寫入資料的一種記憶體 好處是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如果電腦你把它關機了 或重開機了 甚至是突然停電了 裡頭的資料都會被清除的乾乾淨淨 好這就是主記憶體的兩大部分 再來跟同學談談輔助記憶體 輔助記憶體呢 你頭主要的幾個元件 有硬碟 好可以存放一些我們永久性的資料 比如說你要存你的照片 音樂 或者是一些應用軟體 程式等等 然後再來 有用到記憶卡的周邊設備 比如說數位相機啊 或者是你的手機 再來是光碟 不過現在越來越少人使用光碟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硬碟 容量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大 基本上 只要你有定期做好備份 資料都能夠確保它不會 無故的消失或者是被你刪除 再搭配雲段硬碟 做一個雙重備份 這樣的效果是最好的 好再來是USB水聲碟 它也是一種輸出記憶體的儲存設備 好我們來談談這個主記憶體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 主要是有分成ROM跟RAN 那RAN的部分 說得很清楚 它可以讀取也可以寫入 但是要注意電源關閉 資料消除 而ROM呢 它可以讀取 但無法寫入資料 除非你用一些 特殊可以寫入BIOS的一個方式 那BIOS呢 是電腦開機的時候 會進行去讀取的一個程式 好再來 再來 我們來談談 什麼叫做揮發性記憶體 好 RAN就是屬於一種揮發性記憶體 這個是比較專業的名詞 但是呢 我們可以大概 我們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它的意思是說 這個資料 只是暫時儲存在我們的記憶體內 那因為重新開機或關機會被消除 它是用電力的方式儲存於電晶體 就是RAN RAN的一個結構 那ROM呢 是屬於一種非揮發性的記憶體 它可以把資料永久儲存在晶片上 那它不是透過電力或是電流的方式來儲存 而是將資料以二進位的一種方式寫入個別的資料單元中 那像是RAN體方面 它也是可以存在ROM裡面 關閉電腦 並不會對裡面的資料造成任何影響 同學們可能會覺得 老師那這個RAN很難用耶 我電腦一關機資料就不見了 放心 我們發明或者是設計這些電腦相關的設備的人很聰明 RAN的速度快 但是它可能因為關機的時候會把資料弄消失 那很簡單 我們出現了一種叫做什麼 輔助記憶體 你可以先將RAN的資料存放在輔助記憶體中 那這個輔助記憶體 它並不會因為你開關機的緣故而造成資料遺失 所以呢這些輔助記憶體 主要是用來儲存大量 或者是需要永久儲存資料 我們就會透過這個輔助記憶體來幫助你存放資料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這個電腦硬體的部分 有談到了CPU 還有我們的記憶體 做了一個概括性的介紹 我們的硬體部分 大致上跟同學介紹到這邊 接著我們來談談電腦軟體 電腦軟體相較於電腦硬體 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 那在我們的系統平台裡頭 電腦軟體包含了作業系統 函視庫 程式語言 還有應用軟體 那究竟什麼樣的概念叫做電腦軟體呢 它基本來講 電腦軟體呢 最關鍵的有分成兩大電腦軟體 第一個是作業系統 Operation System 再來是韓式庫 那因為它比較抽象 簡單來講硬體是摸得到的 軟體你在執行的時候是摸不到它的 我們就先從作業系統來跟同學介紹 好 作業系統是電腦軟體的其中一部分 作業系統呢 它的功用主要就是管理硬體跟軟體之間 支援的一個溝通的一個界面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電腦的指揮中心 它要負責的項目很多 裡面是這七七點主要是它 比較重要的幾個工作項目 管理記憶體 然後決定 系統支援它的一個優先順序 再來就是控制輸入跟輸出設備 然後以及網路管理好安全防護啊管管理檔案系統 以及提供一個跟使用者互動的一個操作界面 那我們利用這一個工作管理員來看看怎麼樣管理我們的管理記憶體 還記得嗎快捷鍵就是CTRL SHIFT加ESC 好 這邊一樣有一個效能的部分我們點一下 那這邊先前跟同學談過CPU的效能看法 我們接著來看看記憶體 記憶體目前 以老師的筆電來講差了8G 其實8G有點不夠用 建議同學如果說將來你有添購新的主機 或者是筆電 建議至少把記憶體擴充到16G 現在剛好記憶體降價正式入手的好時機 那這邊呢它有寫 目前已經用了有5.9GB 然後還有剩餘1.9GB可用 那這邊有一些比較細部的名詞 我們可能後續補充的時候再跟你說 然後呢老師的筆電總共有兩個可供記憶體 接入的插槽 目前使用了一個 那它這一個記憶體的頻率是2133M 然後赫字 記憶體的部分就先介紹到這邊 我們再來談談各種系統平台的一個作業系統 比如說是伺服器的話 有Windows Server Linux 跟Unix 然後個人電腦有這些 平板跟手機同學常常看到有Android iOS系統 還有一個是Windows 4 那還有一個Chrome 它本身也有出一個作業系統 再來我們來講講韓式庫 簡單來說呢韓式庫 它不是獨立的一個電腦程式 而是提供其他程式服務的一個代碼 它主要是內建在系統裡面喔 它是一個系統軟體的其中一部分 那韓式庫的內容相當豐富 我們使用者呢可以在執行程式時呼叫這個韓式庫 來提供服務的其他代碼 但不見得每一個廠商都把這個韓式庫公開的讓我們知道 以上就是對韓式庫老師做一個說明 再來我們來談談系統平台的一個發展跟眼鏡 系統平台呢 早期的電腦做出來的時候呢 它是專業用途 比如說是軍事、政府機關、醫院、金螺機構等去使用 但是現在電腦已經普及化 而且價格也沒有像以前這麼昂貴 現在的電腦價格都比較親民 請同學來看一下 隨著實在的眼鏡 電腦的體積大小越做越小 從專業用途 一直到我們的名聲用途 大家都可以來使用電腦 歡迎收聽YouTube好聲音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鋪梅洛 現今社會裡電腦應該是每個人家中不可或缺的名聲必須品吧 沒有的舉手我看看 喔沒有 就算有我也不想理你 想必大家平常使用電腦都會拿來辦公、玩遊戲、看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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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大家平常使用電腦都會拿來辦公、玩遊戲、做一些報告、作業等等 讓你們知道你們現在用的電腦 打從盤古開天以來已經用到第幾代了嗎? 知道的你們可以裝不知道 不知道的今天就來帶你們看看電腦的進化史 最早的電腦大概要花兩間教室才擺得下 在電腦的發展史上要給它個定位的話 應該就是幼年期一 第一代電腦在西元1937年時被設計出來 然後在1942年時成功進行測試 因為它的名字非常的長 我們就簡稱它叫ABC電腦 美國在1946年時也公布了愛妮雅克這台電腦 直到1973年 愛妮雅克都被當成世界第一台的電腦 不過之後ABC成功雪齒 獲得了世界第一的稱號 接著進化之後就來到了幼年期二 幼年期一時的電腦實在是太大了 加上它裡頭的電子元件真空管 非常的耗電跟非常的容易耗損 所以1948年時的電子元件 進化成了更小更穩定的電晶體 而第二代電腦TX0 體積大概縮小到只剩下一間教室左右的大小 西元1964年 電晶體也進化成了機體電路 邁向了成長期 從一間教室的TX0 進化成了一間小辦公室規模的IBM 360 1975年大型機體電路誕生 一頭可以放入上萬個電子元件 但體積只剩下大約一枚硬幣的大小 此時的電腦已經是第四代的成熟體 我們稱它為微電腦 也就是個人電腦 目前電腦也進入到了完全體 第五代人工智慧電腦 這種電腦的處理速度除了要快 還有更快 記憶體容量除了大 還有更大 目前完全體的電腦還有分 超級電腦、大型電腦、中型電腦 跟我們在使用等級相當於雜魚的微電腦 所以我們目前正在使用的就是 完全體的第五代電腦 誒?你問我有沒有救急體? 其實是有的 也就是量子電腦 高載有為了即將到來的對話而準備的量子系統 系統啟動時能夠使出比00強化模組更強力的量子爆發模式 抱歉念錯稿 量子電腦也不是我亂掰的 量子電腦是一種使用量子邏輯進行通用計算的裝置 我們現在的電腦是使用電子學原理的電子電腦 而量子電腦使用的是量子單位的量子演算法進行操作的一種電腦 2016年 美國又發明了無量子位元組成的量子電腦 2017年 中國科學院也研發出更強大使用了十位元量子單位的光量子電腦 以上就是電腦的進化史 讓你看到從兩間教師進化到生一本書大小的世界奇蹟 也讓大家能夠更方便的使用電腦 現在我們來談談電腦作業系統的眼鏡 早期的電腦是用命令列的方式來做執行 比如說你給電腦一道指令 請他就幫你做一件事情 慢慢的從一次一件事情到一次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這樣的眼鏡呢 因為我們不可能每一道指令都一個一個慢慢打 所以慢慢的他從命令列的方式到一個圖形介面 那圖形介面就像我們現在使用的電腦這樣子 很直覺化的你滑鼠移到哪裡點哪裡 或者電腦列印或者是播放音樂等等 都是用一個圖形介面的方式來做操作 那早期的電腦命令列究竟是長什麼樣呢 那我們來看看 首先呢 你可以打開你的工作列這邊 然後呢按開始 由上往下找 找一下這一個Windows的一個系統 裡面會有一個叫做命令提示支援 好 停下去 你會發現他出現一個視窗 好 這裡面是黑底白字的 那這就是一個屬於模擬這個 早期這個命令列都是系統的一個操作介面 那我們今天先教同學一個比較基本的指令 指令就是查詢我們的IP 好 那查詢IP呢 我們要怎麼給他下指令呢 請你輸入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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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Enter 讓他執行 好 這邊呢 會出現你的IP位置啊 還有一些網路遮罩跟雜道的位置 然後呢 包含你的 以太網路的一個連線 那我們基本上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IP位置 可以從這裡查看 好 像老師現在目前這台筆電 目前的IP位置是 10.62.159.165 這樣的一個操作界面 我們就稱為是 命令的 給他命令 然後下指令 讓他來執行你所要做的事情 好 接著呢 我們 簡單的說明 好 因為DOS是一個 剛剛這個命令列的DOS 他是屬於單工的作業系統 一次一道指令 執行一件事情 那現在的作業系統 好像WINS WINS WINS 等等 都是屬於多工 可以同時開啟許多的應用軟體 好跟你可以同時有在做列印啊 聽音樂 看影片等等 最後我們的今天的課程 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同學們 你還想知道些什麼呢 歡迎 到這個 我們的這個 教育學習平台 底下留言 老師看到你們的問題 也會找時間做一個回覆 謝謝觀看